素食也可以有滋有味 如果今天不知道吃什么的话 不妨试一下这个超级简单美味又方便的纯素麻辣小面 准备一点绿叶蔬菜切成小段备用 喜欢吃香菜的话切一点香菜段 素食者可以多吃一点姜 我们切点姜末 放入面网里面来调个碗底 这小面必不可少的就是油腊子了 碗底放入两大勺纯素的油腊子 然后再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香醋 一点点老抽 吃麻的话来点花椒油 再来点芝麻香油 看个人口味可以适量加点盐 再冲入两汤勺开水 然后我们开始煮面 水开下入面条 煮个三分钟左右 面条快熟的时候放入蔬菜 蔬菜焯烫一分钟左右就好了 直接加入碗中 面条也直接加入碗中 最后我们再撒上一点香菜碎 这一大碗简单又美味的纯素麻辣小面就完成了 五分钟就能轻松搞定 如果你也喜欢吃面食 还在周杰下一顿吃什么的话 就试一试这道麻辣小面吧